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乡村振兴 跑出加速度 英口市战前区全力搭建数字战前APP平台 让文明随手开成为市民积极参与 共同探索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开放式渠道 直通市县 运动辽宁 各位好 这里是直通市县区 欢迎您的收看 新年一史 我省各地掀起招商引资 项目建设热潮 各地已开局就是决战 起步就是冲刺的决心和态度 全力争取一季度开门红 近日 大连市旅顺口区项目攻坚年 及百日招商正式启动 围绕强化产业链 优势产业 新赛道产业 闲置资源等八大招商方向 开展贯穿全年的三个百日招商活动 优化人才引进配套政策 政府职贡的各类人才公寓 面向符合我区产业需求的 间断人才 领军人才等 按照五大类进行服务保障 优先保障四大产业链 向文化旅游 生命健康 数字与高端装备制造 捷径能源 中年企业人才 人才公寓我们将按照供给能力 对符合要求的人才实行 基深基想 作为旅顺口区唯一直属国有独资企业 旅顺国头集团正加紧推进 片区开发 乡村振兴 文化旅游 生命健康等七大领域项目建设 今年将实施投资项目17项 新谋划储备项目11项 计划投资总额达95亿元 未来我们将继续聚焦政府增收 合作伙伴受益 发挥国有企业在区域产业转型升级 和城市功能升级改造中的作用 今年一季度 大连市旅顺口区拟新开工项目11个 总投资8.1亿元 亿元以上项目5个 重点推动金重建设 无泄露泵生产车间扩建 离心泵生产制造基地 船舶用配套设备等项目建设 瀋阳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聚焦打造轨道上的都市圈 加快推进5条再建地铁线路建设进度 持续优化瀋阳公共交通出行网络 更好发挥公共交通 对城市发展的引领带动作用 助力城市品质提升 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 幸福感和满意度 全力加速推进1号线东沿线 3号线6号线建设 全力确保2号线南沿线和4号线 下半年投入运营 立正实现9号线东沿线 和12号线南端工程 年内实现开工建设 进一步延展空铁连运局面 盘锦辽宾金开区的 精良盘锦港粮食物流产业园区项目一期 计划总投资3亿元 目前已经全面开工建设 此项目是精良集团 调整粮食贸易战略布局 打通北粮南运通道 建设重要粮食物流节点的重点项目 项目竣工投产后 具备粮食收购 储存和装船运输功能 可实现12万吨的静态仓储能力 年周转粮食吞吐量 可以达到100万吨以上 抓石抓牢项目开工及投产运行 重点推进 金发生物机BDO 精良盘锦港粮食物流产业园 大金重工封建海工装备基地 等15项目开工建设 推进辽路碳栓仪器纸 信惠3万吨鲁化丁基橡胶 装置改扩建等一批项目 快建设找投产 盘锦市今年确保实现 开辅工项目500个 力争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达到400亿元 春节刚过 我省各金融机构精准发力 靠前服务 相关部门利用金融活水 为中小微企业复工复产 增添底气和信心 每加快各项汇企汇民政策落实落地 沈阳市财政局会同相关部门 建立好政策资金直达机制 沈阳市民王玉宝所在企业 就享受到了财政资金兑付 秒到账的福利 是秒到账的一个状态 那么有效地加速了我们企业 科技研发的进度 该政策支持的项目 目前的进度 赶超原计划15%左右 沈阳市财政局充分发挥财政职能作用 创新优化资金拨付程序 按照每条政策1000万元的额度 先行将资金拨付至项目主管部门 并根据兑付情况随时补足 保障政策及时兑现 为畅通资金直达通道 我们再造兑付流程 财政补贴资金由先审批 转为后审核 最大限度减少非必要审批环节 平台收到企业或个人兑现政策申请后 通过后台比对 对符合对付条件的 由代理银行先期垫付资金 实时发放至企业或个人 截至目前 沈阳市共计上线90项好政策 累计兑现惠民汇起资金7.79亿元 大连通论金属制品公司 主营汽车专用钢板 集装箱钢板等钢材加工及销售 春节过后 企业接了不少生产订单 无论是用工招聘 还是原材料采购 都需要大量资金 关键时刻 农行大连分行主动上门 提供资金支持 公司目前复工复产率 基本达到了百分之百 春节后上班的第一周 农行公众议员 就来到我们公司做调研 对我们公司即将贷款400万元 将对公司新建厂房 人材交聘 原材料储备 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助力中小微企业复工复产 农行大连分行加强产品创新 以实现小微企业生命周期全覆盖 多种担保方式全覆盖 产业链上下游全覆盖 我们近期有联合推出了 国南一代的产品 贷款额度最高可以到1000万元 贷款利率最低可以达到3.6 目前已累计发放贷款5500万元 近期大连市金融机构 聚焦重大项目建设 重点产业以及中小微企业 复工复产 加大信贷投放力度 优化信贷结构 确保金融服务不断档 不掉线 对重点项目 根据信贷规模支持和律师 审批通道 人民币贷款投放 超过15亿元 较去年同期增幅20% 针对小微企业 我们通过线上各种化产品 加定制化产品的双人驱动模式 以数字化转型 提升普惠金融服务的覆盖面 以市场主体建设年为同来 锦州市营商局立足本职职能 重点推进服务市场主体 锦州市营商局把市场主体应用场景建设 作为工作抓手 围绕改革与创新 打造便利化审批的一站式服务 增强起和群众获得感和满意度 锦州市营商局围绕办事部找人 推动政务服务大厅标准化 规范化建设 按照集办事项厅内审批 承诺事项全流程代办标准 推动各行政审批部门 重构窗口受理 主厅审批 业务代办等工作职能 统筹实施政务服务事项三化 现场勘验标准化 政务大厅三派监督等举措 让市场主体群众办事更加方便便捷 以前办事我需要分别准备多份材料 然后到不同的部门 分别去提交和办理 现在只需要来这个政务大厅 一个窗口提交一次材料 就可以办完好几件事 真的是比以前方便很多 锦州市营商局深入推进 高校办成一件事改革 将一件事一次办作为改革创新切口 加快实现法人和经办人身份证 不动产权证书 社会统一信用代码证等材料 实现只提交一次或免提交 真正做到一件事一次办好 以最大限度方便企业和群众 大力推动市场主体的数字应用场景建设 推行马上办事 通过对接辽事通居密码 关联个人电子证照 电子证明等数据资源 打造个人和企业随身数据库 实现实体窗口和网办申请材料 扫码提交 近年来我省各地村镇 立足当地自然生态资源条件 不断转变农业发展思路 持续推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 因地制宜发展特色重养殖产业 在拓宽群众增收致富渠道的同时 助力乡村振兴跑出加速度 在银口盖州市太阳升街道办事处 黄大寨村 瓜诺们正在抓紧时间 培育嫁接优质西瓜苗 育苗大户薛金融 每查可培育嫁接西瓜苗8万多株 成活率达到95% 每株销售价格在1.7元左右 每年能培育两茶西瓜央苗 育苗利润达到每亩8万元以上 一直在忙 就在过年村里之前 这边在一个卷帘子放连着 目前黄大寨村发展设施大棚 西瓜4000多亩 平均每亩收入1万多元 村里成立了润风瓜菜等专业合作社 同时不断创新 改良西瓜种植技术 提高了西瓜甜度 品质 形成了独特的竞争优势 在铁岭县樊河镇 要往庙村蔬菜大棚里 隋海利正在采摘分装脚瓜 去年秋天 她在技术人员支持下 勇于尝试新品种 改种脚瓜 成了村里几百户菜农中 最早种植脚瓜的人 两天摘一回 或者是有那什么 有经济盐 倒捧着这球 这两天摘一回 那摘个三四百截 没有活 活少 没有定害 不用打呀 靠过力了 卖力也好 市场还挺欢迎 这个叫挂的 要往庙村 目前约有六百栋暖棚 是铁岭最大的蔬菜供应基地 在设施农业的带动下 全村人均年收入达到3.5万元以上 锦州一县白庙子乡 因地制宜发展特色重养之产业 拓宽群众增收制服渠道 在沙河亮村东后台 永双水果蔬菜有限公司的香瓜大棚里 种植户正在忙着栽植香瓜秧苗 公司共有20栋高校棚 以种植香瓜为主 通过各地批发商前来收购 并销往全国各地 同时吸引附近村民在大棚内务工 实现雇家就业两不务 在岳家屯村 辽宁天康勤业有限公司 年初蓝量约为360万羽肉鸡 全自动化养殖模式 有效节省了人工成本 提升工作效率 营口市战前区 全力搭建数字战前APP平台 让数字赋能真正成为 助力建设首善之区 幸福战前的新密码 文明随手拍作为数字战前APP的 面向市民开设的信息 共享互动平台 也成为了市民积极参与 共同探索创建 全国文明城市的开放式渠道 前几天 有营口市民出行时发现 大润发北侧收获区门前 有杂物堆积 影响通行和环境卫生 随后便通过文明随手拍 将情况反映到社区 社区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联系 该区域网格员 前往现场核实情况 并与相关单位取得联系 共同解决问题 第一时间调动扫宝力量 迅速到达现场解决问题 将全力以赴为区民营造 干净整洁亮丽的生活环境 市民在使用文明随手拍时 可以通过文字图像等形式 上传到软件平台 平台依托网络将主共端 与首期客户的APP无缝连接 通过结合网络科技 GPS定位等相关技术 利用数据共享 部门联动 现场办公等方式 快速进行信息传递 相关职能部门 接收到反馈消息后 能够在三小时内到达现场 实地进行查验 24小时内解决群众上传的问题 36小时内向群众反馈结果 48小时进行整改验收 能够及时地让我们社区工作人员 发现在基层治理中存在的问题 也能够让居民更好地参与到 社区网格治理工作中来 同时也提高了社区工作人员的工作效率 也提升了服务水平 同时市民还可以通过参与文明随手拍 等各类公益服务活动积攒道德积分 进一步带动辖区居民 主动融入社区建设和管理 目前已经有200多名居民 加入到我们道德银行中 通过这种方式 我们引导居民参与到社区治理 与全民创成的活动中 同时也不断提升社区居民的获得感 幸福感和安全感 第十届全国相声小品优秀节目展演 在沈阳举行 这是该活动首次在北京以外的城市举办 本次展演汇聚了来自北京 天津 辽宁 吉林等地的众多曲艺名家 和优秀青年曲艺工作者 为沈澄观众奉献了一场高水准的曲艺盛宴 每个节目都非常精彩 相声 小品 二人传都非常非常好 为我们老百姓在大年争论里边 带来了欢声笑语 我们的目的就是用这种展演 来推动地方语言类作品的创作 激发更多的创作人才的涌现 起到这样一种作用 我们也希望通过这场展演 给我们广大观众送去祝福 带来欢笑 本届展演活动还将在陕西西安 浙江湖州举办 昨天由俄罗斯 阿尔汗 格尔斯克 始发至铁岭的中欧班列 铁岭号首趟回程班列 历经18天顺利抵达东北铁岭 国际陆港铁岭保税物流中心 此趟中欧班列全程约7488公里 搭载着56个标准集装箱 约1400吨俄罗斯木浆 获值约860万元人民币 标志着中欧班列铁岭号 与俄罗斯实现了双向互通 2月6号 锦州港迎来了首艘CAPE型船舶 步鲁日轮减载靠驳 这是锦州港开部以来接线的最大散货船舶 预计将在50小时内完成接线任务 锦州港将实现CAPE型船舶 常态化简载靠驳 标志着锦州港在承接物流转运业务 服务区域产业经济方面 实现了港口功能的重大突破 大林自贸片区保税区 至清加清一体站技术规范 日前发布 为这一领域的全国首个技术规范 规范明确对至清加清一体站选址 安全设施 公益系统技术要求 进一步提升安全保障 今年 沈阳市将在交通运输领域 实施七项重点工程 全力提升沈阳市交通运输服务保障能力 其中包括持续推动审金铁路前期研究 填补 康平 法库 两线铁路空白 启动沈阳都市圈 环线等高速公路项目前期工作 加快推进沈白高铁建设 打造轨道上的都市圈 实施智慧绿色交通建设工程 在四环路试点普通公路服务区充电服务 日前 丹东市第四届朝鲜族饮食文化节 即丹东市第三届朝鲜族腊白菜节 在万达广场起目 千人办饭 体验制作朝鲜族腊白菜 朝鲜族打糕 网络直播等活动 让市民在大饱口服的同时 领略到独特的朝鲜族饮食文化 好 接下来的时间交给王宝 我们来看辽宁省内其他媒体 都关注了哪些内容 好的 一起来走进今天的媒体扫描 首先来关注安山全媒的消息 日前 在安钢股份炼钢总厂三分厂内 一台无人驾驶机车牵引着满载钢水的贯车 从炼钢转楼区域平稳地驶向大林柱区域 这标志着安山钢铁铁云分公司 钢水运输无人驾驶项目一次性试车成功 并进入到了试运行的阶段 该项目正式运行后 能够大幅减少燃油消耗及设备损耗 有效避免行车事故和路外事故 接下来把目光投向丹东发布 万里长城的东段是由虎山长城开始的 这使得辽宁丹东段长城 在长城国家文化公园体系中 占有独特的地位 近日 丹东段的东北亚边疆历史文化博物馆 宽店六铺展览馆 爱阳城遗址展示三大重点工程前期准备已就绪 将于今春正式开工 那么在2025年建成后 将集中展示丹东段长城文化遗产信息 接下来关注本西日报的消息 春节以来 本西市旅游产品丰富 市场活跃兴旺 前市重点监测的九家文旅企业 接待游客数量和旅游综合收入 均超越了2019年的同期水平 本西市通过集中发放 助企惠民旅游消费券等举措 进一步地激发了文旅市场的消费活力 下面来关注复兴新闻网的消息 2月6号 辽宁省青少年网球锦标赛 在复兴会攀开赛 本次比赛有来自全省13支代表队 共360余名网球队员同场竞技 赛程为期7天 此项比赛是省级青少年网球的重量级赛事 根据此次比赛的排名将确定省运会男女单双达 以及团体赛种子纤维 最后一起来看一线发布的消息 2月7号 锦州一线市场监督管理局和卫生健康监督中心 联合开展了医疗美容行业专项治理行动 执法人员聚焦医美行业虚假宣传 非法行医 价格欺诈等突出问题 重点整治 报名院 报名医 报名牌 价格收费违法行为 非法经营使用医疗美容要卸等现象 好的 以上就是今天媒体扫描的全部内容 好的 谢谢王宝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关注 我是余彬 我是朱同 明晚同一时间再见 再见